大家好我是邵阳 今天看到啥 你有喜欢又得不到的女孩子吗 那就给她下个爱情酱吧 今天给大家说一部香港经典恐怖片 酱头 准备好了吗 现在奉上 米三莉是一个南洋鞋匠师 这一天一个妇女找到她 这个女人的丈夫搞外遇 天天和情妇混在一起 呵这个帽子整绿 她请求米三莉用酱头杀死两人 还拿出丰厚的报酬 作为一个正经的鞋匠师 不答应那不就不正经了吗 米三莉痛快的答应了 送送女人之后她开始准备 从一个尸体肚子上 割下一块白花花的大肉皮 厚厚的也非常有弹性 扔到火上就开始烧烤 不一会香味就飘了出来 但这还不够 必须有一个头做调料 伴随着肥肉的支支声 米三莉就开始吟唱 大海啊你全是水 男人啊你三条腿 最后拿出两个小人 就开始对戳起来 原来这就是酱头 另一边被下降的渣男和情妇散了 只感觉浑身发热 头痛欲裂 惨死家中 第二天村里大法师芙蓉赶到现场 他一看就知道了 这都是米三莉干的 他盘腿而坐 开始念咒 就要对戳米三莉 另一边 米三莉感觉到危险 急忙锁好门窗 用刀割破了舌头 神经错乱了 然后用沾满唾液的黄服 贴满了整个房间 但就是不好使 根本挡不住芙蓉法师的攻击 米三莉的脸开始溃烂 眼看着房子也要倒塌 米三莉眼疾手快 冲出屋外 跳进河里逃走了 男主终于出现了 他叫阿龙 是一名建筑师 他女朋友翠花 也很识 是个老师 两人不久就要结婚了 不过最近 小两口深受困扰 有一个叫大花的富婆 是个小寡妇 丈夫死后继承了大把遗产 钱虽然变多了 但他人也变花了 他看上了阿龙 就想得到他 对阿龙是死缠烂打 曾多次提出 哪怕花再多的钱 也要得到阿龙 这么签儿呢 有种冲我来呀 阿龙并不喜欢的 被拒绝了大花 坐用大别墅 也只能空叹息 大花回家后 看到院内 填着他的追求者 阿田的车 看到填狗上门 他就有点憋得慌 想得到的也得不到 不想要的一直填 他捡起石头 就把人家车给砸了 砸完之后 还把阿田撵了出去 阿田也不得劲啊 他也知道大花喜欢阿龙 但也不能这么对自己啊 他忍不住向朋友抱怨 朋友看他愁眉苦脸 突然想起了酱斗 你可以给他下爱情酱啊 一得就得到 还给他介绍了一个酱斗师 正是之前逃跑的米三粒 听说有爱情酱 阿田很快就出发了 烈日当工 晒得他是浑身冒油啊 看到半路有椰子 他问也不问 直接砸开就喝 然后一个老太太就出现了 朝他要钱 咋的 椰子是你家的啊 阿田向老太太 问了问酱斗师的地址 但这老太太 好像耳朵不好使 说了好几遍 也没整明白 最后也不知明不明白 老太太伸手指了指前方 就这样 阿田顺着老太太 指的方向就走了 阿田刚走 那老太太劈开椰子 里面竟然是满满的蛆虫 阿田走了不一会儿 就看到一个木头房子 啪窗户上就往里瞅啊 一个少女 也不知种了啥样 正在脱衣服 女子走后 米三粒也出现了 见到阿田就问 小伙子啊 办什么业务啊 阿田就说了 老师父 我想要得到一个女孩子 对于一个不正经的邪像师来说 那也太简单了 不过 你要给我一个这么大的镜子 阿田想也没想就大爷了 钱不钱都无所谓 主要是喜欢大花这个人 想要下爱情酱 就要拿到大花的头发和脚印 这一切进行的很顺利 第二天 阿田就把大花的头发和脚印 削给了米三粒 米三粒问了问大花的名字和例子 就开始做法 首先是吟唱 大海啊 全是谁 美女啊 有张嘴 然后就用带脚印的泥巴 捏了个小人 交给了阿田 让阿田把小人挂在大花卧室外面 再将一杯灌你迷糊汤 骗大花喝下 那就大功过程了 这不明明就是下药吗 阿田终于把大花得到了 第二天一早 那挂在卧室外的泥儿 竟主动掉了下来 咋的 还是一次性的呀 大花骤然惊惊 发现旁边躺着的 竟然是甜狗阿田 渣男 你是不是过下腰了 看到满脸怒火的大花 还有虎视眈眈的恶犬 阿田瞬间怂了 就把爱情酱的事告诉了大花 没想到了解真相的大花 非但不生气 还给了阿田一些钱 让他把那个酱头老师傅 给他介绍一下 阿田自然知道大花想干啥 不就是想给阿龙下爱情酱吗 他还是同意了 阿田又一次找到米三日 你这个骗子 这酱头咋还一次性的呢 一晚就失效 米三日狡辩说 你又没说期限 除非你给我更多的钱 但阿田根本没钱 上次的钱他还想赖账呢 米三日不高兴了 小伙子你挺硬啊 记得第一次上山吗 你喝的那个椰子 就是我给你下的酱头 你想活命不 赶紧掏钱 阿田又怂了 你你你等着 我去搞钱 阿田走之后 米三日想了想 导演都给他说了 大花马上就来找他 看这个喊喊也搞不来钱 那就直接把他搞死吧 马上拿出小人戳起来 刚出门的阿田 就头痛欲裂呀 直接猝死 随后米三日找到了富婆大花 沟通一番之后 原来是同道中人 一个花一个弹 两人开心的笑了 然后就说起了下酱头的事 这一次是永久酱头 需要三样东西 阿龙的头发 阿龙的血 最后就是大花的乳汁 但是大花又不是奶牛 怎么缠奶呢 米三日马上拿出一瓶 灌你迷魂汤 放心 只要喝了他 三天之后你肯定有 大花还没喝呢 就迷糊了 想也没想 一干而尽 接着米三日又拿出了牙齿和手指 让他放在阿龙的床下 等腐烂生虫 爱情降就开始了 这一天阿龙回到家 竟看到大花躺在自己浴缸里 他对这老女人完全不感兴趣 他好奇的是这女人咋进来的 他想让大花离开 大花却不饶人 大声喊非力 这个时候 阿龙女朋友翠花打了电话 就在阿龙接电话的时候 大花用吃奶的劲 抓了阿龙一大把头发 又抬手抓伤了阿龙 头发和血都有了 大花又找机会 把牙齿和手指扔到了阿龙床下 最后他找到米三日 米三日带着大花来到一块坟地 二话不说就开始挖痕 不一会就挖出一具女尸 让大花用火烧女尸的下巴去湿油 那尸体好像也疼 还睁开了眼 湿油取好后 米三日又让大花拖了衣裳 把湿油和乳汁混合 只差最后一步念咒 大海啊 全是水 大花啊 真是玩 周园念完了 爱情酱也完成了 只要让阿龙喝下 就能称心如意 另一边 阿龙结婚的日子到了 亲朋好友都来了 却迟迟不见阿龙 原来阿龙手下的手指已经腐烂生虫 床上的阿龙痛苦万分呀 朋友们赶到阿龙家里 不由分说 直接把阿龙拖到了结婚现场 呵 还真是猪队友 这个时候大花也出现了 找阿龙敬酒 用混合爱情酱的酒 骗阿龙喝下 酒喝完之后 阿龙却开始出现幻象了 眼前漂亮的碎花 那个本应该人老色说的大花 却变成了桃花美颜 一网春水 阿龙瞬间就被迷住了 两人说说笑笑的走着电梯 离开了婚礼现场 回家之后 两个人就过起了神险般的日子 这一天 梅三莉来拿钱 他看着大花漫妙的身材 好像也有了那么一点 不正经的想法 这几天 翠花一直来别墅找阿龙 看着大花就心烦 他多给了梅三莉一些钱 让他把翠花解决掉 梅三莉开始行动了 他先上恶犬 抓上了翠花 然后手拿高药趁机出现 小姑娘就是你 擦一擦抹一抹 保你三天 嘿嘿嘿 翠花还没反应过来呢 药都擦完了 梅三莉又在翠花下的房梁上 挂了一只大公鸡 他和大花说 我已经给那小姑娘下了死将 三天之内 闭死 说着还拿出一把花送给大花 送你一把花 让你花上加花 大花拿过来不由自主闻了一下 这一鼻子下去 真上头 他眼中的梅三莉 就瞬间变成了一个翩翩美男子 这小活的果然还没 又是一个愉快的夜晚 可另一边的翠花却麻烦了 她的床上痛苦的扭动 她碰到自己来到一个小树林 和几个小姐妹蹦跋了一宿 第二天就虚拖了 翠花被送到医院 她的肚子胀的像皮球 大虫子在里边游来游去远 翠花的同事看到之后 连忙进呼 啊 降头 他赶紧带着翠花去找芙蓉大法师 芙蓉法师见到翠花立刻动手 他将一截竹竿戳进了翠花的后背 引出了很多大虫子 翠花很快就醒了 他把阿龙的事告诉了芙蓉法师 救命啊 老师傅 之后芙蓉大法师出现在大花家里 他不吵不闹 席地而坐 开始念咒 先是把阿龙引了出来 然后就开始和米萨利尔对戳 吹喇叭 米萨利尔也不敢示弱 但最后还是刚不过落魂而逃 阿龙的将度还没减呢 就来到了工地看多敬业 另一边不服输的米萨利尔开始报复了 正是阿龙 他疯狂的戳小人 阿龙就疯了 见人就咬啊 会招谁惹谁呢 很快警察赶到 把他送进了医院 不管啥病先拍片 然后莫名其妙的开个炉 手术很顺利 医生也说没啥病 就是想开个炉 这时候大法师傅蓉赶到医院 我这里有三只小蜈蜈 为阿龙吃下 他就会清醒一段时间 但想要把酱头完全解除 必须除掉米萨利尔 早干嘛去了 阿龙吃完蜈蜈 果然精神了 马上就能出院 可米萨利尔又来做妖了 在果汁里下了药 就这样阿龙又中招了 喝啥果汁 喝白糖水不好吗 中招的阿龙又去戳大花了 对于势而复得的阿龙 大花非常珍惜 打算带他远走高飞 哪知他们刚出门 就遇到了又来要钱的米萨利尔 你说巧不巧 芙蓉法师也来了 你还跑 能跑哪些啊 芙蓉和米萨利尔开始相互对唱 天空时而乌云密布 时而艳阳高照 米萨利尔掏出一骷髅镜 直指芙蓉 那镜中荧光闪闪 面对疾风吧 不对 面对荧光吧 芙蓉不屑多傻 不一会儿 她的脸上就被打出一块 骷髅纹身 原来米萨利尔吃他半天 就是想羞辱他 芙蓉不干了 管你正解不正解 给我吐血 米萨利尔很听话 马上就吐血 两人斗来斗去 最后芙蓉发威了 哈萨哈萨哈萨给 引来圣光 朝着米萨利尔就扔了过去 还撑偏了 圣光打在了大花身上 她逐渐变老 彻底变成了老太太 让你吓将 你吓呀 然后就领了盒饭 米萨利尔也虚脱了 被圣光击中 最后也领了盒饭 赚了那么多钱 到此没用着啊 阿龙终于恢复了神志 和翠花团聚了 故事到此也结束了 看来这个电影 我只想说 真有那么神奇的爱情将吗 你要不要来一个 好了 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见